在前一章我們已經把Drupal 7的系統安裝起來了 從這一章開始 我們要開始來使用Drupal 7這個網站系統 首先我們先把TWEMP這一個AMP架構工具先把它啟動起來 先來到檔案總管 然後來到C槽 如果你是按照我的課程的話 那麼你安裝的路徑應該是在C槽底下的 TWEMP D703這個版本裡頭 進來了以後 我們來執行AMPXEZHTW這個執行檔 利用滑鼠右鍵 我們選擇以系統管理員的身份來執行這一支程式 執行了以後在Windows的狀態列下面 你會看到有一個 輪狀的一個圖示 這個就是AMP也就是TWEMP 這套工具它本身的一個圖示 表示現在已經有在執行了 接下來我們來到瀏覽器 在網址上面 輸入 Local Host 接下來是MyDruple7 這個是我們網站的目錄名稱 按Enter OK現在進入到我們的網站系統裡面來了 如果你是在上一節有按照我們的方式來執行的時候呢 你可能現在也登入進來了 登入者呢目前是Admin 也就是這個網站的最高權限者 在這個畫面上 最上面有兩列 最上面這個黑條的這個地方是它的工具列 接下來是一條捷徑列 這條捷徑列的話呢 是針對每個不同的User來設定的一條捷徑列 工具列上面有 Druple網站的一些重要的命令 而捷徑列上面呢 是提供給User 他所常用的操作的一些命令 這個捷徑列呢是可以再增加了 而工具列來講的話比較不會做移動 捷徑列呢可以根據不同的User 不同的需求 我們可以重新安排 放在捷徑列裡頭的命令功能 再來呢這裡有一個Druple的一個icon 它的一個圖像 這個圖像呢也可以讓我們再回到首頁來 或者這裡有我們網站的名稱 我們網站的名稱叫做MyDruple7 點按這裡呢 一樣可以回到這個網站的首頁裡頭來 在工具列上面這裡還有一個Home的圖像 如果是Admin的話呢 也可以使用這個Home的圖像直接回到首頁這邊來 再來這邊有一個主選單 目前在主選單上面呢 只有一個選單項目叫做首頁 點按這個呢 一樣也可以回到首頁來 再來這邊還有一個選單 一個是我的帳號 另外一個呢是登出 下面這裡是網頁的內容 目前它是寫到歡迎來到MyDruple7 目前沒有建立任何首頁的內容 關於內容的部分 我們在下一節課會開始來建置 在下一節課中我們會來點按新增內容這個 命令來增加一篇新的內容 再來這邊呢是一個導航的選單 以上呢是珠婆網頁的一個簡單的認識 接下來我們要來為這個網站呢新增加一個User 有了這個User之後我們在後面建置文章時 可以同時來觀看不同的User所擁有的不同權限的一些現象 要建立User呢我們可以來到工具列上面的用戶 點按之後會來到用戶的管理界面 這個管理界面就浮出在你原來的網頁的上面 這一種功能呢在珠婆裡頭 它叫做Overlay Overlay是Druple7裡頭一個新的管理界面的操作方法 它讓我們在任何地方呢 透過工具列上面點選命令之後呢 可以馬上在同一個網頁上面呢 直接開始進行管理 先來介紹一下 在這個用戶的管理界面上面有哪些東西 首先呢這裡有 一個叫做麵包屑的功能 它告訴我們呢現在我們所在的位置呢 是在首頁再下來的管理這個地方 那麼在管理功能下面的哪裡呢 在管理功能下面的用戶這個地方 接下來這邊有一個新增使用者的功能 然後呢這邊有一些衰選的選單 你可以選擇 在下面的地方 秀出這些user的時候你可以選擇 只秀出什麼樣的角色 或者是什麼樣的權限 或者是什麼樣的狀態的user 然後透過這裡的衰選之後 下面這邊的user清單呢 就會依據你的衰選條件呢 將符合條件的user呢衰選出來 接下來這個地方是一個user的清單 在user清單中你可以利用它的標題來進行排序 在清單之中的最左邊這裡呢 有一個勾選框 這個勾選框勾起來以後 你可以來這邊呢進行某些動作 例如說封鎖選擇的使用者 或者取消被選擇的使用者賬號 等等的 我們先把它的勾選取消掉 接下來 我們來新增一個使用者 點按了新增使用者之後 你可以看到麵包屑現在變成的 首頁 管理用戶 附帶提一下 到底什麼叫做麵包屑 在珠婆系統裡頭 在很多的網頁部分都有這樣一個 麵包屑的功能 它可以指引你 目前你是在這個網站中的哪個地方 這是關於一個 歐美地區的一個很有名的童話 如果是歐美的小朋友來講的話呢 都會知道麵包屑的意思 簡單的講麵包屑的意思就是說 有兩個小孩子要被他的祭母 騙到山裡面去丟掉 那麼這兩個小孩子呢知道這件事情以後 很害怕沒辦法再回到家裡頭來 於是呢在陪著祭母上山的過程中 他們偷偷的帶了麵包 然後沿路走的時候呢 沿路撥一點點麵包屑 丟在小路旁 等到祭母離開以後呢 他們再跟著這個麵包屑 一路再走回家裡來 所以簡單講麵包屑呢 可以指引我們 目前我們是在哪個地方 要怎麼回去 麵包屑的故事講完以後 我們開始來建立一個使用者 使用者名稱呢 我們把它叫做Ben 沒有什麼特別意義 就是突然想到這個名字 所以我們就以他來做一個使用者的名稱 電子郵件呢 我們目前呢都採用 一個假想的電子郵件地址 那麼他是Example.com 前面呢 使用者名稱呢 也叫做Ben 再來密碼這邊把它清掉以後 我們打入Ben 可是三個字母太少了 所以我們再增加 Ben 所以打了兩次 所以密碼叫做BenBen 確定密碼呢 確定密碼呢 打上同樣的密碼 這個user狀態呢 是要被擋掉的 還是啟用的 如果是擋掉的話 那麼這個user以後會進不來 再往下 在Drupal系統中 每一個user都會被分配到 至少一種以上的角色 只要他是一個user 那麼他至少 就是一個註冊的使用者 所以你可以發現註冊使用者 這種角色前面的勾選框 是不能讓你勾選的 因為他 作為一個Drupal的會員 一定是一個註冊的使用者 目前在我們這個乾淨的Drupal系統中 另外還有一個角色是Administrator 也就是最高權限管理員 如果你把它勾選起來 那麼 這一位Ben的使用者呢 他就跟Admin的使用者有相同的權限 一般來講我們不會 對每個user呢 分配Administrator 最高權限使用者 這樣子一個角色 所以在這邊我們不勾選他 接下來 通常我們會勾選 通知使用者有了這個新帳號 那麼Drupal系統會依據 這位使用者 他所提供的 電子郵件地址 來記憶封 帳號已經建立的通知函 再往下 Drupal本身是一個多語言的網站系統 因此呢 不同的user可以使用不同的語言 在這邊呢我們可以選擇 他使用的預設語言是哪一個 基本上來講的話 我們預設因為網站呢是以 繁體中文安裝起來 所以他預設呢 就會使用繁體中文 好完成了以上的設定之後呢 我們點按註冊新帳號 OK 現在Drupal已經完成了 user帳號的建立 同時呢回饋一個訊息 歡迎訊息以及 進一步的指示呢 已經郵寄給 新的使用者 ban 這樣子我們使用者已經建立完成了 接下來我們來把這個用戶的管理界面關閉掉 我們點按 整個付出式視窗 右上角這個地方有一個叉叉的按鈕 關閉了管理界面以後 又回到我們現在的網頁上面來 來試一下我們ban這位使用者 我們先來到工具列上面呢 把admin的帳號登出 登出以後呢我們以ban的身份進來 然後登入 好我們再來看一下現在網頁上有什麼不同 目前呢我們利用ban的身份進來到Drupal這個網站 那麼你可以看到呢工具列不見了 再來捷徑列也不見了 因為我們還沒有針對這一位user 配給他一個捷徑列 接下來 原本有一個新增內容的 連結也不見了 這是因為我們還沒有給ban 關於新增內容這個權限 所以ban本身來講的話目前是不能發表內容的 在Drupal系統裡頭針對會員的管理 user也就是一般的使用者帳號 再來有role 也就是角色 接下來還有permulation 就是它的權限 每一個角色呢都有配發不同的權限 因此呢 我們可以管理在Drupal系統中的會員 根據他們不同的 任務或需求 給予他們不同的權限 了解了以後我們再把這位ban的使用者登出 再回到我們admin的使用者帳號進來 OK 現在我們已經有了admin這位user以及ban這位user admin擁有最高權限 而ban這位user呢 只擁有一般的權限 甚至連新增內容的功能都沒有 接下來請進入下一節 我們開始來介紹在Drupal中如何鑑定新的內容 就是要擔心 然後再打開